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在附近 2018年建 也就是说刚造出来 就豁了奖 欧皇开局 1K格局 31平米 富氏三层 至于租金 老规矩我们最后公布 弹幕可以冲一波了 那这里就是门口了 芝麻一开 哇 刚一进门 就已经强烈的感受到了 这特别设计过的格局 左边往上 右边往下去 似曾相识的场景 这一面超高的落地窗 真的是非常抢眼 很期待 一会再抽 那我们先从门口开始看过去 不同于往常的 今天没有走廊 可能都被梯子代替了 玄关部分没有特别的界限 这一整片都是 地板选用的瓷砖 略显高级 鞋柜很深 很窄 掐指一算 能放下26双鞋子 接着边上一扇门 卡拉开来 卫生间啊 空间还可以 温水多功能作变 操控盘也另外装在了墙上 方便 右边柜子好平 上面还可以放点刀啊 电钻啊 锯子啊 啥的 虽然正常来说 卫生间在这样的格局里面 处于中间位置是合理的 上面下面距离都不远 但这套上下距离 差的真的有点多啊 这要是在家突然肚子很疼 一看啊 还要爬那么多楼梯 这往上爬的路上 会不会一泻千里 说着说着 小猴我肚子都有点疼了 那么接下来 先看上面呢 还是下面 由你们来决定 我想看上面的阁楼 上了之后呢 作为阁楼来说 这面积是非常可以了 而且层高啊 也有1米35 小一点的孩子 站在这里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像是小猴这样 个子高点 2米不到点呢 坐着是没问题 做成了这种开放式的 不仅能让整个空间通透 风景也能看到 它可以保持 和在下面的人沟通起来 比较方便 就是这栏杆和电风扇 有点致命啊 不知为何栏杆设计的 如此通透 电风扇设计的 如此接近 这要睡觉的时候 动静大点的朋友 一个不小心 钻出去了 等待它的是 这5米5的一个大之空 要是这时候 不晓电风扇还开着的话 另外我还想再喷一下 想建议的是 这一面凸出来的墙 你说你这一块 要不就换个颜色 弄得这么白 也就小号我眼神好 头比较硬 不然谁能发现 接着我们下楼 这边楼梯还可以设计成了 一个大直梯 方便玩家各种姿势的 自由落体 这房子真的不建议 有小孩或者是家里养小动物的 太刺激了 怕你们扛不住 那么楼梯一半的位置呢 是个灶台 左边还有个相当大的收纳 灶台部分 你还别说空间正经挺大 右边可以放一个 小一点的冰箱 然后再来看一下 左边这个视野 太招摇了 回到灶台 无论洗区切区炒区收纳 空间完全都够 三口煤气 再加上这般煤景造就的 注定是一道不平凡的 番茄炒蛋 这里有一点不得不说 像刚上面的阁楼栏杆一样 厨房这边的栏杆 你们看 是不是觉得也有点通透 就是大家想象一下 比如说小孩在水槽那边站着 洗东西 大人在这边做饭 手忙脚乱 突然一步挪过去 嘎 小孩就直接下去了 小动物更是不用你动手 自己没事就飞下去了 这栏杆就不能多做几根吗 那么让我们接着往下走 走到最下面 哇 这一面五米多高的大落地窗 属实有点精彩啊 蓝天 白云 湖水 建筑 什么都给配上了 简直完美 像刚刚那些奇葩的栏杆什么的 我突然又可以了 就这视野 啥也不说了 那么出阳台前 先回头露一眼 房间里面的完整格局 你们爱别说 这么看过去讲真 挺有设计感 每一个板块都紧紧相连 有那么一点 乐高世界的既视感 你们再来看看 这个阁楼它高不高 这个电风扇离得近不近 房间部分面积有7.8帖 就大小来说没什么问题 接着 让我们来看看阳台外面 这个完整的景色 我只想说这里的景色 完全不说给我们以往看到的一些塔楼 深圳那些塔楼还不比之视野 有天有地 有水有树 有车有人 有小豪 可以说我现在真的觉得自己像极了个乐高小人 站在一个自己搭建的完美世界里 顷刻间一切烦恼都泡之脑后了 这景色我爱了 阳台部分面积相当可以 虽然不长 但像这样正方形状的格局 真的实用 nice 哇 感觉今天这房子的其他设备都已经不重要了 已经得到满足了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曹操了事 回到屋里 最后是房间两边的区域 先从左边收纳部分开始看 大小也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弯着进去 废点腰 真感觉在这放个小床 打打盹 睡一觉 觉得也不是不可以 毕竟哈利的房间比这个还要小 他抱怨了吗 最后剩下洗衣中心了 门口是一个收纳 打开来放点武器工具 完全没有问题 往里走 左边洗衣机放置场 右边洗面锁 台面空间还行 左右两边空出来给你放点日用品 镜子后面依然都是收纳 那么左边最里面就是浴室了 OK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房子的全部内容了 可圈歌点确实设计的挺有个性 但最最最爱的毋庸置疑 就是这个视野了 那么像这样一套日本市中心 过过奖的个性设计公寓 它的租金到底是多少呢 10500元人民币美元 折合生日币的话18万美元 我觉得什么也不用说了 相当值了 光就这地段 这视野就是这个价 光这设计 设计就算了 因人而异 要是单身或者小情侣入住一下的 真的很美了 那么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记得一定要评论留言告诉我 OK那么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 记得点赞评论分享收藏 如果你们喜欢看日本的房子 关注也别拉下 我是日本房产经纪人小猴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